啊brother 哦 我人在法国哦 哎 可惜哦 这样不会见面了 我在靠近新山Austin这边 喂 喂 你不讲你在法国吗 打我是吧 啊 打你啊 冷静冷静 你看 不像法国吗 只是地点在靠近JB Austin罢了吗 到底也是住在这边的 小法国村 OK 如果你有每天跟你的邻居吵架 或者是你家里每天敬贼 你必须要换一个很高级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40%的 40%的半独立 纯欧式设计 那外观啊 为什么我讲它纯啊 它上面是特别尖的 你不只是买物质 你是买它每一个角落的细节 不管是它的环境 它的湖 周围的商业圈都好啊 你去吃东西啊 都很方便 纯欧式风格的门 纯欧式风格的门 大一点的玄关 你们要放邪属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客厅 其实它是有早期的物质的 清咬那些住户的反馈 所以哦 这是全新款的 采光已经做到很好给你们 是折叠门 这个要怎样弄 Money Money 这是我以前才知道的 是这里开啊 是这里开啊 它是不一样的高机折叠门 它比较重的 代表它的隔音比较好 WAAA 你看现在刚买的时候 你隔音要好耶 很多人在装修耶 ight come andalfour 算了 一打开你就听到大自然的声音了 舒服 享受着旁边的早晨的阳光 4家一个房间 6个厕所 楼下就有3个了吧 楼上是每一间房都有1个 还有两面镜子 所以感觉是不是比较不一样 哦,如果你不要住人啊 楼下啊 你只有3到4个人住啊 你楼下就打造成像还是想坐的 放一个沙发就给招待来宾了 有一个谈判的空间 不是 什么叫谈判的空间 给他们有一个聊天的空间 厨房 它是你女佣的天堂 因为你旁边有女佣房 这个女佣其实有门的 女佣也是要有点privacy的嘛 抹住好啊 后面是后花园走到有一个舍车 这样子的话你们 看看咯 楼下是用 大块磁砖的地板 8×8的 超了吗 累耶 这个是什么 手阶梯 它是用白色 看起来比较高贵 这是半独立的中厅 你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小 取舍 代表房间比较大 每个人都很喜欢 中厅要这样大也这么 是不是 它阳台做到很大 你不用再改造啊 其实外面你也改造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StradaTiter 你也改造不了 这个阳台 才够啊够你发挥了 这阳台的空间 就好像别人一个房间的空间了 这个就是你早上睡醒的风景 洗杯舒服 让你早上的心情一日之际在于城 你一天的工作顺利就靠这个风景了 所以这前面的空间是用到完的 所以你才有这样大的衣帽间 ok 这是原装给你们的 above top啊 跟他们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啊 洗脸盆 两个洗脸盆 分给你们了 主楼上的两间房间 可能比你家的主人房来大啊 因为他把很多空间都用在房间了 欧式风格的物质 他们最主要是更注重于睡眠 舒服 我做一个结尾啊 这边办独立啊 如果你喜欢 你要来到现场看是ok的 不一定要来买先 至少我们有一个接触先 我们才有下一步吗 ok